现在食物类涨幅是更大了 其中高丽菜大涨了七成 而蛋价涨了两成 连小朋友喝的奶粉也涨了 涨幅平均是4%到6% 甚至尿布也涨三成 家长大喊吃不消 放上蛋饼皮鸡蛋 铺上满满一层高丽菜丝和九层塔 蔬菜手工蛋饼卖了几十年 蛋价菜价涨最凶 成本也只能自己吞 已经很久了啦 我们都硬撑着啦 真的 对啊 不然也不知道怎么办 对啊 你长了 现在都很不好 你在长 是我们的高丽菜 圆糊糊的高丽菜 水煎包内馅肉高丽菜丝 香菇和肉 每天至少用掉几十斤的高丽菜 物价飙涨的厉害 根据主机处公布 三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来看 食物类涨最多 蔬菜类更是上涨超过三成 63块 上个星期一斤7块钱 现在高丽菜一斤10块钱 主机处最近公布 物价指数前三名 三月份高丽菜涨了77.53% 涨幅最多 葱叶飙涨了47.33% 玉米也有36.35% 鸡蛋涨了20.15% 所以算一般家庭 每个月平均支出 还不加油店涨价计算 食物类支出 每个月就得多加515元 只有一斤就三块钱 青菜有斤有下 一个月 我们是觉得光那个瓦斯 会一个月就得多好几百块 关屋街掌 小吃店餐饮业 主妇都受不了 感叹药苏衣结实 紧接而来的五月电费 还要连欢涨 最贵的夏天 越来越近了 小baby肚子饿 一定要喝奶奶 不过现在连奶粉尿布 也跟着涨 但是关税都已经降了 奶粉还在涨 那这个就蛮不合理的了 很吃不消 当然很吃不消啊 对啊 现在一个人又薪水 才多少钱 对啊 如果又养小孩子 当然是压力很大 光是一岁以下的 雅培奶粉涨到700多元 不止每一罐多了30元 容量居然还少了50克 一到三岁喝的 虽然价钱没有涨 但容量也是一样少50公克 缓算下来涨了一成 规格奶粉则是从一岁到上小学 涨到快要800元 平均涨幅4到6% 那奶粉的部分 都大概涨4到6% 那尿布现在平均 像以半宝石来说的话 超薄的部分 大概涨了30块左右 没错 不止小朋友喝的奶粉涨价了 连天天必换的尿布也一样 像是八宝石 从4月1号率先寒涨 每包涨到419元 多了31块 以一周一包来算 小baby包到2岁 光是尿布的开销就破2万 没想到因此让陈吉 已久的熟悉尿布变很夯 包到2岁 花费平均1万多元 价格比抛弃式便宜了一半 业绩因此成长三成 经营攀谈却花得快 虽然目前婴幼儿的副食品 卖金果泥都没涨 但油价涨不停 最快下个月进口的产品 价钱可能很难hold得住